這個公寓門口除了鞋櫃外 還堆滿各式的紙箱雜物 東西堆到快沒有空間行走 就連逃生踢通道也被堵住 很多的紙箱然後垃圾什麼 其實這個都很容易 除了資深蚊蟲以外 它也很容易會著火 真的很無奈就怕發生火災 這些雜物將成為逃生的障礙物 擔心城中城事件重演 住戶多次投訴但都沒有下文 去年官委會剛好就是他本人 他就說等到他女兒回來 裡面整理好的時候他就會搬進去 因為我在過來看的時候 他是沒有什麼任何改善 地點就發生在高雄大堂的一處公寓 住戶指控三樓的一對60多歲夫妻檔 20多年前搬來之後 開始把東西往外堆 而且越放越多 除了私人停車隔擺放成堆的物品 亏要擋到出入口之外 從家門口鞋櫃一路往外延伸 幾乎整條走廊都成了住戶的儲物間 記者實際找上門按門鈴 無人回應 說他們只能發文 然後要求他們改善 消防局說他們有流水線 所以不在消防局的範圍內 到底要向誰投訴 因為被指控占用逃生通道的住戶本身就是管委會委員 住戶只好轉向公家機關投訴 沒想到卻像是被踢皮球般求出多個單位 雜物依舊不動如山 還越堆越多 港澳市公務局表示案件查詢處理中 但按照規定 住戶擅自暫用公共空間影響逃生動線 可處四萬到二十萬以下罰還 還可連續開罰 若造成他人受傷 也可以向違規的住戶提告求償 但住戶希望不要像城中城事件發生後 大樓安全才受到重視 TBS新聞安寫牛璇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